狗主人被逼急了 竟然使出绝招应对二哈拆家 网友都服了 他是骑士雪橇三傻当中的老大 拆家本事自然也是独一无二的 是很多狗狗拍马都赶不上的 但今天小编跟大家分享一些绝招 这些绝招都是被逼急了 得主人想出应对二哈拆家的办法 二哈犯错 不认错 再犯错 如此循环 整个狗生都是如此 所以也促成了很多狗主人想出了各种方法 先来说说第三招 釜底抽薪哈士奇的核武器是嘴巴 于是狗主人应对嘴巴买了个狗套子 看样子绝对是一举两得 不但防止了他拆家 还可以让他不乱叫 哈士奇肯定没有办法破解了吧 再来说说第二招 封印法哈士奇自从来到家里后就没消停过 每天都会把卫生间的纸巾弄得乱七八糟 于是主人干脆用纸巾把哈士奇缠了起来 这种封印相信会给哈士奇带来终身难忘的回忆吧 最后的一招也是绝招 既然你想闹 就陪你闹个狗 第二招和第三招有些残忍 也可能会给狗狗的心理和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但下面这招绝对好使 主人找了一个铲勺绑在了哈士奇的头顶 又在末端绑了一根骨头 骨头刚好碰到二哈的嘴边 但又不至于让他咬到 哈士奇一颗不服输的心是非常文明的 于是哈士奇使用各种拆家绝学 舔着吃 低着头吃 摇着头吃 对着连几眉弄眼 用爪子够 整整用了半天的时间也没把骨头吃到嘴 估计再用半天时间会累趴下了 累了肯定就不调皮了 从狗狗的表情当中也看出他该有多么的绝望了 俗话说得好跟什么动物在一起就会学什么 养了哈士奇主人变得也不正经了 也只有养了哈士奇的主人才会想的这种绝招吧 这可都是被哈士奇逼出来的呀